央月美地度假酒店遵守防疫工作 全体同仁定行做快塞 员工们都是隐性 游客进到饭店也会进行清洁作业 并戴上茶树形有口罩 入住之前饭店的房间也会进行消毒 餐厅员工会戴上护目镜和手套 让游客可以吃得安心 央月美地全力配合政府防疫工作 要让游客来到央月入住可以安心 三级警戒开始 央月美地度假酒店就开始演练十大防疫措施 游客一来到饭店 工作人员就开始为大家进行清销的作业 把原本的口罩换下来 戴上有机茶树制作的口罩 做好个人的第一道防护 工作人员同时也会清销行李车 不必做好没到工作 绝对不马虎 进到集团副总林之嘉表示 由于央月美地就是生产有机香草 以气感疗愈为主题 来到这里的游客 第一个印象就是闻到清香的金油芬芳 公司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演练时间 就是要为游客做最好的服务 央月美地度假酒店 从在三级防疫期间 就已经推出了十大的防疫措施 那针对每一位住客 都进行两个阶段的清洁跟消毒 那现在降到二级 我们还是持续一样的严格的标准 在进行这样的防疫措施 第一个步骤呢 从客人进到饭店前 进入饭店的大门里面之前呢 就会先做全身的消毒 然后针对行李的消毒 然后发给我们一个 每人一个这种新的口罩 然后让他能够完全是 消毒过后的状态 进入到我们的饭店 那现在进入到二级的期间呢 餐厅也就开放了 餐厅开放之后呢 我们这对餐厅 还有三个层次的一个消毒动作 除了进入到餐厅的时候 要先清消 双手消毒 那在取餐用餐的时候呢 都带着口罩 那再来是在客人离开的时候 也同时会在他的座位上呢 用我们的茶宿精油 去做消毒 搭配了蓝光的消毒机 然后来加强他的防护作用 那当然在开餐前 结束餐期之后 都会一样用茶宿精油的 消毒来进行全面的消毒 来帮大家做到一个最佳的保护 我们这样子持续的坚持 我们的防护措施 十大的消毒防护措施 所以也受到很多的来宾的 支持跟肯定 所以呢在降为二级之后呢 有许多的国人呢 开始陆陆续续的 因为疫苗的施打 然后因为大家的 对我们的认同 所以逐渐的很多的客人 都来店询问并且订房 所以目前呢 八月的住宿率呢 已经逐步的在提升 那九月十月呢 住宿率更甚至有 接近到满房的状态 而长一部分 工作人员除了说明配合疫情 乳客们必须采美花座 同时用餐之前 以及用餐之后 也会进行请小的作业 不必让大家吃的安心 而在入住之前 也有专人专职 用有机茶树进行消毒 就是要让大家 住的安心 健康又快乐 记得将会见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商量